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滴滴 我们今天来看怪谈百物与之,幽灵阿初 男主左门卫经营着一家首饰店 自从妻子阿初去世之后,他一直没能再娶 但他最近想找个闲内住帮忙打理生意 于是开始和各种女人相亲 但妻子阿初的灵魂却一直围在他身边 阻止他和各种女人在一起 这天店里来了一个美丽的女子阿门 左门卫一眼就看上了这个漂亮的女人 妻子阿初却对此异常愤怒 不允许丈夫接触阿门 不久阿门再次来到店里并对左门卫发出邀约 本来就心愿意马的左门卫不宜有他 喜滋滋地跟着阿门出门 并做了不可描述的事 过了没几天一个男人找上门来 一起来的还有阿门 原来这个人是阿门的丈夫 可是左门卫对阿门已经结婚这件事毫不执行 原来阿门之前是故意来引诱左门卫的 好让自己的流氓丈夫能够勒索左门卫的钱财 不然就可以坏了他的名声 可是左门卫想到这些财产也有老婆的份 便觉得对不起老婆 于是拒绝支付财产 流氓气得准备动手 招呼左门卫 一旁的仆人阿珍毫不畏惧 拿着扫把准备偷袭流氓 就在这时阿初现身吓走了两个骗子 阿珍也庆幸着左门卫得救 到这会儿左门卫才注意到这个女孩 阿珍来到她店里已经五年了 一直勤勤恳恳工作 不仅观察事物十分喜心 对待左门卫也是十分关心 是一个好妻子的人选 左门卫开始考虑起让阿珍当老板娘 当天晚上他问阿初觉得阿珍怎么样 阿初没有回答 但岸上的蜡烛却亮了 阿初开始有意无意地问 但阿珍实在过于迟钝 而且一直将左门卫当成主人来侍奉 不久阿珍的一个伯母让他去帮忙 阿珍向左门卫提出辞呈 左门卫答应了 但阿初知道他舍不得让阿珍走 为了让左门卫下决心 阿初再也没有出现过 当阿珍打包好准备离开时 左门卫终于鼓起勇气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阿珍十分感谢也十分愿意 渐渐地俩人相处的模式变成了夫妻 但左门卫始终觉得缺了什么 原来是缺了妻子阿初的祝福 但阿初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他找到当地的一个道士 想让他帮忙召唤妻子 道士却告诉他 这样阿初就不能安心转世了 无奈左门卫只好放弃 并和阿珍成婚 没想到晚上阿初再次出现 并想用簪子刺死阿珍 原来阿初一直都不愿意左门卫续弦 因为害怕左门卫就此忘记自己 但实际上左门卫也无法忘记他 可是失去阿初之后自己很寂寞 如果阿初不愿意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可以用簪子将他刺死 当阿初准备下手时 却听到阿珍睡梦中的一语 他又不忍心伤害这个刚刚才组成的家庭 所以他离开了 并给左门卫送上了真挚的祝福 有时候执念会让我们陷入泥沼 这时候我们不妨试着去放手 或许放过自己也放过他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如果喜欢就关注 点赞 转发 评论一下吧